建德国小的新厕所融入当地景观 以大树云朵为造型 还有暖暖国小新厕所发挥课程特色 以瓷砖马赛克装点洗手台 在这场公私立中小学校长 暨公立幼儿园园长会议中 校园厕所改善成为讨论的焦点 市长谢国良出席会议致词 感谢各校的努力 一起来营造提升校园环境 我们最近获定补助3100万元 针对五赌国小 百福国中 信义国小 五轮国中 深美国小 地内国小等六校四十间的厕所 未来要进行争取改建改善环境 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那最辛苦的是所有在座的校长 那也请在今天的座谈讨论会议 来给我们更多好的建议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育环境办得更好 那这都是我们努力在推动教育升级的一部分 刚刚也提到了 继续努力去思考 如何让初三的学生 优质的学生能够在在地升学 参与基隆优质的高中教育 这也是我们未来跟这一阵子 跟我们国三的导师 还有跟校长们 大家一起在努力推动的 那我们希望学校厕所的改善 其实不只是让它窗敏激进而已 而最重要的其实是有美学概念的一个带路 那在今年112年度呢 我们又特别跟中央争取到了六间学校总工 六所学校四十间的厕所 那三千多万的一个改善工程 另外呢我们也针对 因为中央的专案有的时候 它会有时效性在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 也有编列我们相关的预算 来对于我们后续还没有争取到中央的补助 但我们还是有实质需要的部分 那今年我们还会有两所的学校 然后一并的来进行相关的改善 教育处也说明 近五年共投入一亿多元 改善完成二十九校的厕所 今年再获核定补助三千多万 将改善六所国中小四十间厕所 接下来113年起 市府将逐年再编列六千多万元 来完成全市国中小老旧厕所的改善 市长谢国良齐许与各校携手 逐步打造完善的教育环境 努力提升在地就学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本集完 优优独播